各位好,我是星子 那我們今天來到台南 吃吃看台南四顆星以上 Google評論四顆星以上的牛肉湯 看哪一間是最好吃的 GO! 這間的牛肉比較嫩 比過去中的那個 牛肉嫩很多 因為牛肉肉質比較好 我們家打算撕開 喜歡吃大蒜 可以建議加點大蒜 會比較脂味一點 他家牛肉湯的優點 就是他們家的醬料很多 我剛剛自己調配了一下他們家的醬 我覺得他這個牛肉 加一點他們這個 大蒜辣椒醬還蠻香的 就跟吃羊肉爐一樣 要加醬的 記得要先把牛肉撈起來 因為他的湯是燙的 如果你牛肉放裡面太多 舊了會老掉 這蠻重要的 吃完第一家牛肉湯 他們在Google上的評分是4.5核心 我覺得牛肉湯吃起來 感覺像在吃羊肉爐 好像一定要沾醬吃 才會比較好吃 不然吃起來真的 不就還好 就只是牛肉跟湯 因為湯頭他也沒有 額外的加醬 可能特殊的肉 後來我加了蒜頭進去 湯會變得比較香 如果有吃牛肉湯的朋友 可以試著加一點釀糖 他家牛肉湯的 肉非常的多 以100塊來說他的肉 算是滿滿的一碗 我覺得這是非常的有誠意 那這家是紅品牛肉湯 剛剛我們已經把它 牛肉撈出來 不撈出來會變老 所以要撈出來 他們家的牛肉 稍微在 等級再稍微up了一點 因為湯比較濃郁 一點點那種藥膳 應該有加中藥去燉 他們家有點像類似雞湯 我覺得他們這個應該有加雞 有加雞骨頭去好 而且這家可以加湯還不錯 就是可以 牛肉湯無限去湯 這是他們附的肉燥飯 就是牛肉湯就有附白飯 他的肥肉滿飽滿的 而且也有滷味 還OK 不過飯就滿滿活 但我覺得 我就不喜歡這種飯的口感 這家分數是我們這次 影片中的最 就是Google評分數最高分 就是4.7核心 那我一樣就加他們家的 自製的調味醬試試看 吃起來其實就滿像在吃小籠包 然後加醬 然後加蟲絲 小籠包的醬子 這次點的是 五花牛肉湯跟 精血牛肉湯 這兩種牛肉都還滿不一樣的嚼勁 就是看你喜歡吃哪一種肉 如果想要吃油花多一點 就是點五花牛肉湯 不然精血的話我覺得 好這個 這是精血的肉片 這是五花的 五花會比較多 筋會比較多一點 吃完工品牛肉湯了 順便買了一個 他們家自己做的牛肝 到來吃看看好不好吃 人體而有給他四顆心 運餐環境 跟服務品 然後加上肉質還算不錯 就跟前面那幾家比的話 已經算得不錯 好那我們吃完了 兩家牛肉湯 我覺得接下來我們應該吃點甜點 換換口味 牛肉湯我覺得吃來吃去 應該大概就是那樣子 我們已經把目前 Google評分最高的兩家都吃完了 也沒有讓人特別驚豔 我覺得牛湯版就是一個 比較樸實的料理 吃起來都不會差太多 我覺得還是主要看肉質的部分 台灣的溫體牛大概就是這樣看 所以我們Go去吃甜點 我覺得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甜 因為我一直以為 彈彈的甜點都會特別甜 它的這個千層派 餅皮滿軟的 鮮奶油的話 我覺得也比較不膩 個人覺得還不錯 我自己比較期待的是另一個吧 這是香蕉的吧 它寫雙蕉千層 飛出來了 我覺得喜歡香蕉的人一定會喜歡這一個 我覺得喜歡香蕉的人一定會喜歡這一個 它有兩層嘛 第一層應該就是香蕉 第二層有點巧克力的味道 這個香蕉加巧克力其實就是很完美的搭配 然後等一下等一下 普通 奇怪了我一直覺得說台南的甜點會很甜 結果普通的甜度 它餅皮很脆 就是餅皮的邊緣的部分 像吃這個紅豆餅 我又滿喜歡吃那種餅皮 它的脆脆的口感是不錯的 然後內餡的部分 它的紅豆餡料是真的滿足夠的 不過甜度真的沒有很高 害我以為這邊不是台南 可是我覺得這樣甜度是滿OK的啦 愛吃甜的可能會覺得不夠甜 可是以我這種30歲的中年大叔來覺得 我覺得這樣的紅豆是比較難缺的 20塊這樣一顆我覺得還可以接受啦 可是也沒有到一定要非買它不可 現點現做 所以要等一下 等到我快睡著 它的奶油 它會比較重 它會比較重 而且甜分真的沒有那麼多 台南的甜點其實都是比較不甜的嘛 這個我喜歡 這個我喜歡 這裡的食物 esteemed 就是這一種 這個會比較重 看起來 像是有些蟲子 可以 在那裡 這邊 可以 有些蟲子 有些蟲子 在那裡 那裡 有些蟲子 在那裡 那裡 冷藏 有些蟲子 真的 你在哪兒 就平價的美食甜點 它的那個絞粉,它的絞粉蠻Q的 然後綠豆湯,一樣也是不會很甜 我們這次吃下來的一些東西都感覺 其實不會到很甜 綠豆湯那個還蠻便宜的 35塊而已 所以我覺得價錢來說很OK 就是像這種天氣在台南現在 今天還40度 那麼熱的天氣就最適合喝一碗冰冰的綠豆湯 對,我覺得還不錯 那這次我們牛肉湯之行 我覺得就先不拍了 因為已經吃了三夾 胡勳中那一家上次吃過 所以這次就沒有拍了 因為上次吃的時候也是朋友推薦去吃 然後滿心期待去吃 結果吃了,就真的老實說滿失望的啦 因為不知道那天的肉是出了什麼事 就咬起來非常的像橡皮筋啊 就是咬不爛 然後老實說肉也沒有很多 就以那價錢來說 我覺得這樣的肉量其實是不太夠的 哇靠大咧,好大咧 所以我覺得這次的 台南牛肉湯之行 就先到這邊喊咖了 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也晚了 我也不太想再去試新的牛肉湯 我覺得已經試了三家 我覺得其實貨比三家不吃虧嘛 那一樣牛肉湯吃了三家 我覺得其實也是有一個 就要見別度出來 那前面的我都滿推薦去吃吃看啦 胡鬚粽如果想吃的人也是可以去吃吃看 雖然我朋友還是覺得胡鬚粽很好吃 我覺得吃的這個東西滿主觀的啦 就見仁見智啦 以後來台南玩的朋友的話 我反而就不會強烈推薦他去吃牛肉湯 我覺得可吃可不吃啦 就變成沒有一個非必要去吃的東西 不會像有些東西可能一定要去吃 比如說去九份就要吃一下芋圓這樣 這樣其實到處的芋圓都差不多 可是不要抱著太大的期望去吃 抱著平常去吃 你可能會有更好的收穫 對於美食有什麼想法的 歡迎在底下留言 OK 掰掰 再次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